画画人和非画画人的区别 非画画人画画 一个圆 一半 两半 三半 四半 画画人画画 中间是个圆 整体外围是个大圆 画瓣从中间往四周发散 最后再稍加修饰下细节 完成 非画画人画人 胳膊 头 身子 屁股 腿 画画人画人 头到胯 差不多等于胯到脚 脖子和膝盖 差不多也在一半处 大腿外侧 大致穿过后脑勺 按照参考线 别在意细节 把大关系画对 OK 非画画人画手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画画人画手 把细节拆分成几何图形 按照图形画出来的 才会逻辑清晰 不混乱 非画画人画老鹰 毛毛脑袋 鹰勾鼻子 身子 画画人画老鹰 会关注这些负行空间 让你的眼睛在正负行之间 来回的切换 这样行才能画的准 所以不是你画的不像 而是你要换一种观察方式 来看世界 也不是你画的不像